You recei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VVTVO两岁了 他的画永远阴性 优越 白质的表情 精绝的目光 仿佛冻结了中国人特有的心路里程 与年长者那是一种回忆 与年轻人那是某种难以言传的神秘 岁月已流逝 记忆斑驳却依然清晰 新视觉当代艺术大家访谈录 清历 张小刚 孤独惶恐是我的现实 新视觉即刻播出 中国当代艺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被国际收藏界关注 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平凡的被各大国际性展览所接纳 到2006年索斯比纽约专场为标志 终于完整具备了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话语权 2006年3月31日索斯比国际拍卖会首次以中国当代艺术品为主打 张小刚作品《血缘同志》第120号 以全程最高价97.92万美元成交 这个数字后来被中外媒体惊叹为历史性的突破 张小刚 simple 赛小人其妙 张小干红 张小igence 张小人 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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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识这个工作很好 我认为艺术的工作很重要 让艺术的工作更加强烈的方式 这是一个二手三手市场 你拍卖会嘛 主要是一个收藏家之间 他们的一个买卖 实际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认为你从他的工作 他并没有写给摄影师 他画了自己 所以我认为他的工作 我认为他很富有 他也很信仰 他很尊重 他感觉是中国人 我认为外国人 我能够经历了他的世界 你不影响创作 我觉得跟你的画卖的价格 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开始的画画 我画了很多年了 如果我是昨天开始画画今天一下卖那么高的价 我可能就疯掉了 但我是经过了很多年 慢慢慢慢慢慢成长起来 那么是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最早你开始学画画的 一个动机 不是为了拍卖 甚至不是为了卖画 因为我们画画的 一个最初的一个动机 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就这样开始 所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原来也没卖过画 也一样的坚持下来 不单是佐斯比纽约专场 丰富多彩的艺术品展览和拍卖会上 被人们关注最多的张小刚作品 都来自于他从1993年开始创作的大家庭系列 画中人物无论大小都鼻挺着身子 双目直视前方 率真的将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家庭影像 重现眼前 每个人本来都是很有个性的人 但他一到照相馆去照相的时候 他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社会中间最理想的一个 每个人本来都是很有个性的人 那么而且张小馆里面也有一个模式 他要求你男的哪边女的在哪边小孩在中间 然后呢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样的表情 包括什么提什么字 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的一个 一个公共的一个标准 他在起作用他在要求你 然后你人呢你的每一个个人 你就把这个自己放到那个模式里面去 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很经典的照片 好这样他还不够 他还要修 原来有很多老师 照片他修版 有些还要染一些颜色 他修版的过程也是把人理想化的一个过程 经过这个修饰 不断的修饰修饰修饰到后来 这个人可能就每个都长得都差不多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公共的一个模式 就是一种理想 就是一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间 他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人 有人他喜欢军人 穿上军装去造像 把他修修的很漂亮 修成像个明星一样 有的人他喜欢工作做工人 有人也喜欢做知识论 他都按那模式来修 我一下就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个人和社会之间他们 他们发生了很多关系 他们这种关系非常有意思 他们就是社会是一个大家庭 自从大家庭系列成名后 张小刚一直与怀旧 家庭 兄弟姐妹 还有孩子等主题词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 与方李军的光头小丑 岳敏军的冷笑写实主义一样 张小刚 带着隐痛的人物形象 已经被全世界的当代艺术迷们接受 并认可 正是这种认可 让张小刚成为同辈中的顶尖人物之一 与方李军 王广义 并称为中国前卫美术的三大巨头 那么 什么是中国的当代的东西 不要 那么从文的我喜欢当代比方从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然后你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中国的他们有些什么文化 那你有这个方向以后 你去去找的话 就相对于容易多了 实际上艺术本身 它是可以使用任何历史 使用任何现实的东西 那么这个这个现实跟历史 看你怎么使用的问题 那么小刚把这又提出来了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 所以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就在我父母家就看他们的老照片 我突然一下那感觉就找到了 就突然一看那照片 又突然发现这个照片太有意思了 那为什么有意思 当时还想不明白 只是从视觉上突然一下觉得没有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它代表了一种时代 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东西 值得我去挖掘 一下就触动我那种感觉 有一种情感的东西 也有一种观念的东西 同时又有视觉语言的东西 正如张小刚自己所言 这些面孔表面看来 静如止水 内心却澎湃汹涌 在这种冲突下 这些人默默的代代相传着 无奈的命运安排 我也在想 为什么我会画大家庭 它可能跟社会 我对社会的理解有关系 可能跟我对家庭的理解也有关系 那么我自己画大家庭的人 结果我自己对家庭一塌糊涂 开始去画画是因为小时候 家里边父母怕我们出去玩 然后给张纸给支笔 然后你就开始画画 慢慢就我们几圈